孫昌本來被認為說是民進黨現在很重要的戰將 甚至2012年都要把馬英九拉下來了 這點很怪喔 玉山週報李副總統幾乎是一週一報 他先講逼公說 說孫昌啊 在紅三金的時期要求陳水扁總統 一審有罪就要下台 甚至講說要同意讓黨團15個人去簽署罷免案 讓阿扁的罷免案讓人民來決定 結果孫昌否認完之後 他今天又一個最新的講法 說他澄清在阿扁的同意之下 要去找馬英九 找所有的人來喝南海咖啡 大家坐下來談 結果孫昌不同意 自己在跑去跟馬英九一起談 這裡面兩個很重點 第一個是他跟阿扁背叛的阿扁 第二個是可以通馬英九 管理學的話有一句話說 在鐵達尼號上面研究家具怎麼擺設 民進黨都已經交出證券 鐵達尼號都沉到海底了 還在研究當初家具怎麼擺設 巨網一啦 這些事情我約一約一二 不是全盤啦 我約一約一二 但是我也不想說 沒有意義了嘛 鐵達尼號沉在海底 民進黨交出政權了嘛 已經一年多了 還需要說嗎 說了也白說啦 民進黨是三連敗 輸到脫庫 縣市長總統立委都輸得脫口 輸得脫口是立委員會說的 覆巢之下無完卵不是嗎 彈都打破了 現在追究誰打破彈的嘛 有沒有意義嘛 拜託你們兩位等大人好不好 尤錫坤說的政治分章 難道你們是要坐實 尤錫坤的指控嗎 你在政治分章 為了謀起大會是不是 我不解我不知道原因啦 玉山週報 李英 因為李副總統辦的時候 請我去他的辦公室 他說要辦婦女運動 談台灣歷史 談未來願景很好啊 怎麼都沒有在談這個 這個台灣歷史啊 不是啦 這叫報尿歧灣嘛 我是旁觀者啦 我跟呂蘇都有交情啦 當然呂秀蘭我更熟悉說 請你們兩位 尤其是呂副總統 請你停止傷害民進黨 這個作為 對你們兩個不利 對民進黨也報 請停止 對啊沈醫師 蘇貞昌就回了一句話 他說民進黨現在裡面 任何人有人身攻擊 傷害民進黨 人民都是會拖擊 可是我們現在問的 這個影響最大會是什麼 如果這樣一直攻擊下去 會不會影響到孫昌 新台北市長或者是2012 是這樣 我們今天來賓裡頭 這個唯一了解 呂秀蘭副總統只有中信 那中信剛剛 這個總而磨腳 不願意去談呂秀蘭 那我又怎麼好談呢 那何況中信才能講說 沈富雄對呂秀蘭有偏見 那我根本沒有 那你講一點沒偏見的話 給他聽聽嘛 講一個沒偏見 我必須講 玉山週報是呂秀蘭辦的 很少說這個創辦人 每天在自己的報上 講他的意見 這個其實是要盡量要避免的 我只有想 我猜不著他的動機何在 那除非說玉山週報 消路太壞了 就要這樣爆料 看他可以多少賣幾分 我也不相信是這樣 但是今天蘇貞昌 不管你喜歡他不喜歡他 他是唯一剩下來的 還有一點戰鬥力的 你今天呂秀蘭如果 愛惜民進黨的話 你愛惜他愛護他都唯恐不及 何況你副總統都做過了 難道你還要做兵 將來要做兵這個更大了嗎 所以你今天去講的 像白頭說你畫天保救世 我實在殺不他在說什麼 修蓮拜託 我再說你的壞了 但是我只能講到這裡 我講不出好話 其實他最大的影響可能會不會影響到 孫生長以後的從政 這是一個 第二個 現在小英就不管這個事嗎 再繼續殺下去嗎 怎麼能管呢 越管越糟糕 這不能管的 這不能管的 小英不能管 你不要心風走浪 本來就沒有什麼事 玉山週報 然後這一段只是 呂副總統的猜測 然後蘇院長否認 就這樣而已 我是倫理說 又拿來這裡拉 又拿來這裡插 就是真的最好 如果插起來就無視吹奏一池春水 其實我同意中興大哥剛才說 民進黨就已經輸了 一無所有 現在說這個也沒意義 我是倫理這樣 這種事就說 後來的歷史學者 有興趣研究 我想他才去研究這段歷史 我是說 呂少年就說 他猜測這樣 蘇院長說 沒有這事 他講的不是猜測 西平我們給他看一下這個內容 他說紅山巾期間 要求陳水扁一審有罪就下 這當初是有見到報紙的 這個是有的 對不對 第二個講的是什麼 紅山巾的時候 他跟阿扁講完之後 要邀大家喝和解的咖啡 南海咖啡 結果孫生長自己 不願意 還後來去找了馬英九嘛 這所謂的 輸馬會啊 執政麗麗啊 我覺得這不是小事啊 這是大事啊 而且要查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們當初有參與這些事 當參與的時候聽到的是 紅山巾跟呂秀蓮接觸 告訴他說 如果你協助把阿扁弄下台的話 我們已經得到馬英九跟宋楚瑜的同意 他們就讓你當總統 他們支持你當總統 當時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而且這過程大家都知道 現在突然間跑出來說 是蘇貞昌私下有跟馬英九見面 那兩個人見面談了些什麼 我覺得這是要搞清楚 這不能活心儀的 那個國家那時候 可能換領導人的 可能會變天的 這個是一個中華民國 這個政治史上很重要的 一個關鍵實踐 關鍵實踐 大家這些人在裡面 怎麼運作怎麼弄 呂秀蓮到底有沒有說 這個同意要接總統 馬英九跟宋楚瑜是不是都同意 這都要搞清楚不能活心儀的 蘇貞昌這兩個事情他都否認 他都完全都不是事實 那現在進步到底怎麼辦 兩邊現在看起來 就是完全沒有一個答案 可是這個事情以前都有見過報紙 我不曉得李秀蓮報這個料 他是有沒有實質的證據 或者證人在手上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不過是另外一個蔡童童而已 那如果確實是有的話 蘇貞昌當然要接受檢驗 因為就民進黨的立場來講 他這兩個動作基本上 會代表著說 到底你蘇貞昌當時身為一個行政院長 你的心思到底對民進黨忠不忠 以及你的心思 到底對陳水扁忠不忠 那現在當然事過境間 你會覺得對陳水扁忠不忠 已經不重要了 但是不管這個蘇貞昌 要不要選新北市的市長 或者未來要不要選總統 他在這兩個事情上面 當然要對社會大眾有所交代 有所澄清 不能光一句說否論就沒有 最起碼你要學書起 輸到學書起 你們兩個都姓蘇了 要去告呂秀蓮 到法院裡面曾經說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 這對蘇貞昌是很嚴重很嚴重的 妨礙名譽啊 我想當陳水扁動搖的時候 呂秀蓮蘇貞昌都純純欲動 但是問題是這個事沒有成形嘛 就巨網以我覺得兩個到此為止 這樣吵下去 對你們兩位不好 對民進黨也不好 我覺得我的看法是說 他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要效忠阿扁 表示說你看我要去跟喝南海咖啡 我都有先問你 可是蘇貞昌卻沒有問你 就直接跟馬英九見面 這個大概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的銷售率